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岁以下的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因素可以诱发他喘名 例如过敏性的气管发炎从而令到气管收窄 或者是过滤性病毒感染引起气管收窄都会令到他喘名 而作为医生很难立即判断到这个儿童是否有哮喘 当然如果在家庭里面是有病历有哮喘 或者是有其他不同种类的敏感病 好像过敏性避炎或者是湿疹 那医生就容易断定这个儿童多数有哮喘 毕竟无论是过敏性哮喘引起气管发炎 而令到气管收窄或者是其他病毒感染引起收窄 那儿童最终都有喘名的病症 医生为什么我经常咳喘 其实学前的儿童很多时候都会有不同种类的咳嗽 因为学前的儿童的免疫系统还未成熟 当他接触到病毒很容易感染从而引起咳嗽 接触到不同的致敏源而引起咳嗽和有喘名 至于医生怎样可以断定一个学前儿童的咳嗽和喘名 是因为哮喘而引起的呢 就可以有以下的几点重要的事项 第一我们会看一看家族里面有没有敏感病的病历史 例如有没有人有哮喘 有没有人有鼻敏感 或者有没有人有这个濕疹 第二我们也会看下这个儿童呢 他哮喘或者咳嗽的次数频频密和严不严重 第三我们也会看下小朋友本身自己有没有其他过敏的病症 例如濕疹和鼻敏感 医生也会看下个别的病人呢 他对药物的反应 从而就可以知道哪一个小朋友多数有哮喘这个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